馬來西亞 好 看一下 馬來西亞 他們是我們這個比賽裡面 在我們這一次的大專運動會比賽裡面 最新加入的 因為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在這幾個國家裡面 就是可以邀請他們派選手做一些比賽 但是他們來做這個比賽 是不會影響到我們這個 世大運的成績 因為如果他們進入前四名 將會再另外開一個名次 如果他們真的拿到第一名的話 可能第一名就兩個了 就是有他們的跟我們的不一樣 但是這只是做參考 這是北勢大的選手 張秀明 這一位是馬來西亞的選手 好 我們就體型上來講 這個北勢大選手他的身材是比較好 但是這個馬來西亞的選手呢 他是比較小隻一點 但是在我們品勢比賽裡面 這個大隻跟小隻都無所謂 常常小隻都大隻都給幹掉了 因為這個品勢比賽 我們注重的是個人表現 因為他不是像對打那樣嘛 所以在身材的方面呢 這個不是說就會占到很大的勝算 這跟你的動作 跟你的核心 跟你的速度跟力量 來做評判 所以這個跟你本身的這個身材呢 影響不大 所以我們品勢比賽呢 都是以年齡來算 以年齡來做一個區隔 那我們對聯比賽是 體重做一個區隔 所以不一樣 好 現在張修明 是7 這個馬來西亞的選手 阿瑪迪比萊蒂 是紅 第二個選手是8張 這是鞋公布 然後換上公布 這個政權上級 好 再看一下 兩個身材差滿多的 不過呢 在動作上 那是好不含糊 身材好的 不見得會站上風 所以說這個動作 你看我們這個馬來西亞選手 實力好像也不弱喔 看一下 好 好 現在第一個 實際上 比賽完成 八張 八張它是一個相當困難的行場 因為八張呢 我們知道太極行場 從一張到八張嘛 所以到八張來 他應該是一個 強度滿高的 而且呢 困難度也滿高的 這是我們馬來西亞的選手 好 看得出來 也是有經過相當的訓練 不論是這個速度跟力量 都是不失弱者 這是張修明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 我們幾分 出來了 張修明 7.82 略勝一籌 好 我們馬來西亞選手要加油了 這是第二個行場 好 六張 六張 是一個相當特殊的行場 大家看到沒有 這是旋梯 我們所有的行場裡面 就只有六張 它才有旋梯 好 這是一個慢動作 兩側 這個外腕下防 好 這也是我們六張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收前腳回來 常常有搞不清楚的選手 還是一樣 這個收後腳的話 那就差太多了 好 他們兩個打起來都非常的不錯 好 這是張修明 旋梯 然後 看看我們馬來西亞選手 這個選手 也並非弱者 好 現在分數也出來了 好 7.80分 張修明 勝出 他是7.81 贏了馬來西亞選手 7.63 這一場 張修明選手獲勝 好 我們跆拳道 都是這個 以禮為主 你看 跟對方的教練握手啊 選手握手啊